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龚俊可能经历了进入娱乐圈以来 至今为止让他最为难忘的一个夜晚 他的私人信息满天飞 声明被当作笑话看 好像怎么做都不对 好在龚俊说到做到 很快就提交了诉讼 瞬间扭转局面 获得全网力挺 有事务所晒出了 龚俊工作室的诉讼申请 其诉求的主要内容是名誉诉讼 至于其他方面的 目前还在整理中 消息出来之后 湖南芒果台第一时间转发表示力挺 许多网友也纷纷出来战场 支持龚俊维权 看得出来 一向笑嘻嘻好脾气的龚俊 这次是来真的 龚俊的脾气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好 山河令大火的时候 龚俊每天几十的采访来回跑 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 他很耐心 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龚俊说 大家工作都已经那么累了 何必让大家不开心呢 那个时候 他接了很多活动 却还没有收到钱 但是没人看到他抱怨过 龚俊上中餐厅的时候 大中午抱着个纸巷过去 马不停提地学习做龙虾 最难做的菜应是被他学会了 完了听到不用早起 哈哈的笑声瞬间就溢出了屏幕 那一刻明镜是猛的 黄晓明是猛的 其他人也是猛的 但是大家都觉得开心 屏幕前的观众也觉得开心 龚俊真的时时刻刻都在开心 也用开心感染着身边的人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开心 他说 赚钱为什么不开心呢 有人觉得龚俊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这话很多人都会信 2015年进入娱乐圈 会懂得自己成了工作室 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又在六年后成为顶流 没有被人挖出黑料的明星 说他简单也不现实 他懂得未雨绸缪 懂得隐忍坚持 也懂得抓住机会 这充分说明他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 他是怀揣着野心进入娱乐圈 并打算在圈里走出个一二三的人 但是 这和他的好脾气和乐观开朗并不矛盾 他会有这些觉悟 是他父亲和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之后 才明白的道理 龚俊其实一直都是个头脑清晰 而内心强大的人 上一次的唐诗事件引发广泛讨论 很多人对剧组的解释之若网文 说龚俊搞特殊 让龚俊出来道歉 殊不知龚俊若是出来道歉 才是真的应了特殊两个字 龚俊没有反驳也没有说什么 对于各界的质疑也是争一直眼闭一直眼 或许正是如此 才有人变本加厉 但是 这一次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龚俊的底线是什么 是家人 龚俊拍摄从结婚开始恋爱的时候 滞留剧组两个月 采访的人问他这件事的时候 他说很遗憾的是没有回家陪家人 龚俊刚火的时候提到过 现在为爸爸妈妈买了大房子 觉得很开心 龚俊爱做菜 也做得好 被人问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家都是男人做菜 女人就坐在一起玩 对龚俊来说 他聊得最多的就是工作和家人 工作是他的选择 家人是他的后盾 这次事件把这些全都牵扯了进来 也难怪他要维权到底 在这种东西 我有一点 都会说 有没有转发 我还有一点 这边 在那边 那边 也不一样 那边 小核心 有没有转发 我